眼看俄罗斯图95轰炸机出动 斯林斯基颇为紧张 而拜登还没有意识到风险 打算迈出更危险的一步 各位网友大家好 我是卢中成 欢迎关注本期中生talk 俄罗斯在掌握了一定证据后 已经认定策划对克里米亚大桥 实施汽车炸弹袭击的元凶 就是乌克兰特工部门 正所谓自作孽不可活 普京很是愤怒 随即组织了军事力量 对乌克兰多个主要城市发起了恭喜 据多家媒体透露 在近日的一个上午 乌克兰多个地区就先后遭到了导弹和火箭弹的袭击 乌克兰方面一位军事人员还特别指出 表示俄军的突九五战略轰炸机 也发动了多轮次的导弹袭击 总共发射了47枚导弹 分析看来 俄罗斯出动突九五轰炸机 对乌克兰实施打击行动 说明俄欧局势真正到了紧张时刻 毕竟啊 突九五战略轰炸机 不光携载弹量比较大 轰炸能力也很强 关键是其具备对乌克兰后方目标 实施轰炸的能力 可以说俄罗斯动用突九五战略轰炸机 对乌克兰实施打击行动 意味着俄罗斯已经做好准备了 对乌克兰实施大规模空袭 标志着俄战场态势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此前呢 俄军一直打得非常克制 克制到一度让外界都摸不着头脑 因为目前乌克兰军队啊 在反攻行动中 竟然势如破竹 当然了 乌军能够拖住势力比其强大的俄军 实则还是因为乌军的战术打法 以及所使用的武器 几乎全都是美国西方国家提供的 美西方国家提供给乌克兰的先进武器 使乌军在同俄军打常规战争 地面战争时完全是不虚的 但现在俄罗斯改变打法了 搬出俄空天军利用战略轰炸机后 乌军就难以招架得住了 于是呢 看到俄军出动突九五战略轰炸机后啊 泽连斯基颇为紧张 随即紧急拨通了几个电话 分别与法国德国波兰荷兰 以及英国等国家的国家元首进行了紧急通话 虽然通话的具体内容并没有透露 但寻求帮助商场如何对付俄罗斯 应该依旧是他的谈话主旋律 值得一提的是啊 泽连斯基声称 其余那么多国家元首进行了紧急沟通 却唯独没有提到他和拜登的通话 于是有一些观点认为 这会不会是拜登政府 要抛弃乌克兰的一个迹象呢 毕竟从俄罗斯动用空天军 在一天之内对乌克兰重要城市发起大规模空气来看 可以说俄罗斯已经动真格的了 倘若这个时候 美国再出手干预俄欧冲突啊 难免就会有被迫下场的风险 但是事实却是啊 泽连斯基与拜登的通话是在当天晚上进行的 而且完全不是那些观点所设想的那样 拜登想要放弃乌克兰 反而是拜登似乎根本没有意识到风险 还打算迈出更危险的一步 承诺将向乌克兰提供更先进的防空系统 以便让俄罗斯付出代价 分析认为 泽连斯基特地选择晚上给拜登打电话 一方面是害怕拜登比较忙 没有时间 另一方面也是为了区别于美国与这些西方国家的不同 而在拜登与泽连斯基的通话中啊 拜登的承诺对俄罗斯而言是一个危险信号 意味着俄军空天军接下来对乌克兰的军事行动 将要面临来自美国的先进防空武器的风险 而这种风险又将一定程度的接应不恶化战场态势 接下来就要看普京如何应对了 但无论如何 整个战场态势急剧升级是不可避免了 让我们拭目以待吧 好 各位网友 今天的话题我们就聊到这儿 欢迎大家留言讨论 我们下期再见